三月是湿气比较多的一个月份 虽然不及属下 但此时的气候也是很潮湿的 反复多变 过而小朋友们的身体也是难逃湿气的气派 稍有不慎就会变成大湿级别的人物 像呼呼欲睡 身体沉重 肠胃不佳 精神不振 基石腹胀 皮肤起疹子 雀斑加重等等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 茯苓能够见皮胃 茯苓胃肝大 友善如皮精 肝是具有补益之力的味道 和单纯的甜是不一样的 茯苓是平补皮胃 见皮补中的常用药物 非常适合小孩子 像我们常见的 心灵白猪伞 四君子汤等 均可以看见它的身影 茯苓还可以沥水湿 养心神 我们的取面粉200克 茯苓15克 发酵粉3克 泡打粉3克 白糖20克 各种干果适量 清水200克 我们的将把茯苓打成粉 和面粉泡打粉 糖红和后过筛 发酵粉和清水红和后呢 静置10分钟左右倒入 再拌入比较稠的面糊 将面糊呢 放于温暖处发酵至两倍大 取一个大点的容器 底部以及四周抹油 将发酵好的面糊呢 倒入上面撒些干果 蒸25分钟即可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同时别忘了关注我